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从假唱怡云 西王一博为何昭黑 湖南台作为王一博振翅翱翔的始发战 在宣传电影无名之时 给了王一博最大的牌面和赤诚 高调组织晚会官宣 而王一博也不负众望 在晚会上主唱无名主题曲作为回馈 这本是和和美美互利双赢的局面 但从王一博拿起话筒的那一刻 刺耳的声音就不断出现 先是高举假唱大棒 而且还举出视频立正 画面中明显看到王一博的话筒还未到嘴边 歌声却响起了 看着这明晃晃的 证据瞄珠一时也感到迷惑 按照道理说 王一博能够过五关斩六将 从一个小练习生摸爬滚打到内语顶流 靠的是吃苦耐劳魔力出的实力和清澈纯粹的品质 其耿直的品性更是成为其不二的标签 这样的人去假唱 而且还是当着对自己抱有极大期望的贵人导演 还有像家人一样呵护关爱自己的韩哥等人 弄虚作假 怎么想都觉得诡异 但视频在前 喵珠作为小观众一枚也无力反驳 但凭借从2019年起就关注王一博的经验来看 喵珠决定 让子弹飞一会儿 为之全貌 先不与置评 果真 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小视频秒上线 是粉丝现场拍摄然后上传的 从这个原生态影像里 十分清楚地看到及听到音鬼同频 且以喵珠五音都不全得纯纯的 音芒 判断 都能得知这才是纯正的现场版 随即的一篇小作文聊聊术语解释清楚一团 先前的视频是别有用心之人故意消音后上传 以期造成王一博 假唱 口实 但没想到 被现场粉丝一个像素都不太高的手机录像秒杀 打回原形 喵珠以为事情到这里也就轻者自轻 卓者自卓了 但没想到 后续一个好像姓杨什么的 义愤填应发了言 批判假唱 家无演技家无正主持人云云 喵珠虽然理解能力有些差 但也依稀能够分辨出该意大利炮 炮口对准的就是王一博 喵珠瞥了一眼 底下的评论 说是该阳性为歌手演员 而且还很著名 对于上述几个关键词 喵珠也是略有耳闻 因为喵珠家楼下的商超 隔三差五就搞上一台商演 戳在路口的大广告牌子上 除了表演的人名略有不同 剩余的噱头一般无二 都是 著名的歌手亦获演员 若是此人连王一博 面前都要尊称一生师傅 或者像捡了宝四的 能够让王一博不顾场合大叫 我这是什么命的梁朝伟之列的 喵珠也就不便点评 毕竟 想 为人师 必有高人一等之处 让人仰望之方 但纵观此人 貌似无有上述力度 所以 喵珠连去百度一下的兴趣也没有了 所以 至今也只记得一个 羊 字 原以为 一个很正常的电影宣传 搞出来这么浓郁的乌烟瘴气 已经算作煞伟了 但没有想到 更精彩的持续上线 连王一博周边之人 亦未能幸免 比如汪涵 涵歌作为湖南一哥 可以说是王一博竞技路上的引路人 他发现了王一博身上独有的气质 发掘了王一博特有的魅力 给了王一博成长壮大的机会 可以说 汪涵与王一博是一师一友 一兄一父般的存在 所以 当汪涵以家人的身份 向导演说 希望多给咱家一博机会的时候 又招来铺天盖地的脏水 王一博已经有那么多机会了 怎么还要 应该把机会留给其他人 汪涵作为主持人 在那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 太不恰当云云 一方面是获得导演首肯 直接冠名 青年演员 的荣耀 王一博完成了 从爱豆到舞者 再到演员的转型之路 实乃可惜可贺之计 另一方面则是罔顾事实 肆意妄为的诋毁污蔑 这熟悉的味道 这熟悉的配方 感觉从2019那个夏天开始 就像毒雾一样 围绕着王一博 从未散去 河南大水 王一博持缘 换来 作秀 二字 耐克辱华 跳着脚 等着看王一博的笑话 街舞夺冠 那必须是内定有猫腻 四千万粉丝加深 那一定是顾的水君 所以像今天的唱个歌 就被质疑假唱 已然属于常规操作 这喵珠就不得不思考一个重要问题 为什么王一博这么昭黑 极致看到哲人的几句话 方如醍醐灌顶 卑劣的人比不上别人的品德 便会对那人竭力诽谤 极度的小人背后 诽谤别人的优点 来到那人面前 又会哑口无言 波斯诗人萨迪的这句名言 深得无心 可谓一语道破 王一博屡屡昭黑的真相 特别是最后一句 来到那人面前 又会哑口无言 和解 因为 黑 自然是见不得光的 哪里敢光明正大的 抖落所谓 证据 呢 那为什么渴着 王一博 霍霍 呢 原因也很简单啊 打个比方 一颗炮弹 打到小冰头上 那叫浪费弹药 而若在司令头上爆炸 那才叫轰动效应 如果一发黑弹 能够击中王一博 以王一博现今 在内鱼的地位 以致影响力 想不轰动 都不可能 而随着轰动效应 滚滚而来的名语力 才是让黑子们 绞尽脑汁炮制 黑水 的主因 那面对黑子们 王一博如何处理的呢 还是一贯博士的简单干脆 只抱莫如修身 当黑子们卖力鼓吹假唱之时 王一博正和承耳 作为无名 剧组的代言人 宣传无名 大麦无名 乃彪照样飞起 扩胡笑依旧荡漾 丝毫未受影响 就像王一博新歌 像阳光那样手印之时 面对 难听 这样的几次 王一博仍旧选择 舞感 而宁愿服下身去 以一个街舞者的身份 去完成现代舞的腾挪 即使狡链的走路都艰难 也甘之如 所以 我们才会看到一个偏弱 惊鸿美弱蛟龙的少年 素衣若雪不染仙尘 一举手一头足尖 满满的震撼与感动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都是花拳袖腿 不值一提 这就是王一博清醒通透达观之所在 永远能够看到问题的癥结 而用最高效的方法去一击必杀 正如沙士比亚所说 一个真实的灵魂 你越是对他诽谤 他越是不会受损 拨开假唱怡云 我们得见真相 不是王一博体质昭黑 而是他走得太快 走得太高 亦太远 让人只能望其向背而无力比肩 所以只好释放些流言蜚语 袭击干扰甚或阻挠一博追寻梦想之旅 所以 喵珠在此也奉劝黑子们 每得藐视人间的一切基潮 清白欲受到诽谤身份欲高 因为 对一个坦荡磊落的真诚纯粹的灵魂 你欲加以诋毁 等到真相大白的那天 则等于免费为其做了广告 与其这样 还不如扒下黑皮 低下头来 用自己踏实勤奋的汗水浇灌梦想的话 相信 一定也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春暖花开 那时 在面朝大海 剑想王一博此刻的喜悦 岂不美哉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